受到泰力颱风影响,大陆海南气象部门警告 在南海中部跟北部海域作业的船舶及时返港避风 预计17号到18号,颱风会为连接海南跟广东两省的穷州海峡带来大风 另一边,香港也在16号上午挂起3号风球 泰力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 现在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40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,时速大约15公里 就在大陆南方准备迎接台风好雨的同时 江西泰洋湖持续缺水 7月上半个月,泰洋湖水面面积在13天内缩小了四分之一 容积也从75.9亿立方公尺降到42.3亿立方公尺 受持续晴热高温天气,上游来水减少等多重因素影响 颇洋湖水位在今年6月30号长至15.18米后 每天以10到20厘米的速度快速回落 高温艳阳之下只有专卖销鼠商品的商家乐开怀 不只人要防晒 在北京,汽车专用的各种遮阳工具也是热销 由于持续高温,根据大陆媒体统计 6月以来,汽车防晒用品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2% TV新闻,张志明,庄志伟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